來,下一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 入境日本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都要填那個vjw vjapanweb vjw 現在兩個QRcode變一個QRcode 為什麼要先 那個QRcode產生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要先截圖呢 答案我就告訴你好了 如果你是非成田或雨田的話還好 因為我們通常都會 申請電信公司申請漫遊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可能會去旅行社 或是當地的 日本當地有一些自動SIM卡的wifi機 去買那個網路 但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你會到入境大廳的時候 你才會看到有賣那個SIM卡 可是在入境之前 你都看不到 原因很簡單 有可能 你租任的wifi 你買的SIM卡 那個數據SIM卡 你進了要通關的時候 是沒有網路的 沒有網路的 尤其是關西空港 我告訴你答案 因為我每次去我都用不同家的網路 很奇怪 有的還可以通 有的不會通 那你看嘛 你VJW 你都要用那個 網路下載QR Code 要打開來嘛 還有另外一種它有一個設計叫離線 離線的登錄 可是離線登錄有時候你運氣不好的時候 你沒有 你的Session 我不要講到網路的專業名詞 你如果用離線的話 有時候運氣不好 講簡單一點 可能就 一打開一連的時候 就發現 無法瀏覽網頁 所以 所以為什麼要截圖 所以日本官方它有一個手冊 也還是告訴遊客 你產出那個VJW的QR Code之後 還是建議你要先截圖 原因就是網路不通的話 你打不開 那你有截圖的話 至少它還可以BB到你的那個QR Code 可以讓你比較順利的通關 這個是最主要的一個問題